美国首次成功测试拦截洲际导弹 导弹打导弹究竟有哪些难以突破的难点 军方表示这是反导体系的惊人成就 媒体却说测试条件可控 只属作弊行为 美军引以为傲的拦截测试 为什么饱受争议 美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 边实验边部署 参与实战部署 究竟能够发挥多大威力 严防半导局势建制中东地区 美军拦截导弹究竟针对谁 又会对周边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王鼎 大家好 我是李彤彤 就在前不久 美军是高调的进行了一次 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实验 而且对外说试验进行的是很成功 美军甚至还说 这是一次惊人的成就 是反导系统发展过程当中的 一个关键里程碑 可以说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也看到美军 对这次的实验的评价 是非常的高 但是外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甚至很尖锐的认为 这次的实验 是在有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所以这更像是一场作弊的行为 不管这套系统 它的成熟度到底有多少 现在美军已经正式的宣布 这套陆基中断反导系统 在一些地方已经展开了 实际化的部署 同时在未来 这个部署的范围 还会持续的扩大 那美军部署这种 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这么急于部署 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它对于周边地区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也是 稍后我们会跟军事专家 一起为您关注和解读的 那在进入今天的演播室 讨论开始之前 还是要首先进入 我们今天的文龙说战点 聚焦战点解读军情 大家好 我是杜文龙 今天的战点事件 聚焦两场演习 两个战点事件的关键词 依次是武装押送和高贵跳跃 我们首先看第一幅图 这幅图显示的战点事件 距离我们1300公里 6月1号 美国海军双航母战斗军编队 与日本自卫队进行了联合海上演练 那么图上夹在卡尔文森号和里根号之间的 日本日向号准航母 就像被武装押送一样 那么这个演练行动 从陆上到海上 形成了庞大的阵容 F-18战斗机在上空飞行 那么海上的各种编队呈现出了 巨大的强大的这种打击能力 所以整个的演练行动 给人一种非常深奥的感觉 那么日本之所以热衷和与美国双航母战斗群 进行这种联合演练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是抬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那么第二就是提高能力 因为之前的演练行动 它是绝对的配角 驱逐舰 护卫舰 包括其他的补给作战舰艇 跟美国航空母舰 进行联合演练行动 那么干的活一定都是苦活累活脏活 都是支援和保障 所以绝对的配角位置 日本也不满意 如果通过这次演练行动 达到一种实战状态 再加上它已经出动了F15战斗机 跟美国舰载机F18 进行了联合演练 这样海上有联合 空中有联合 联合作战的实力 包括实战水平 一定能够达到一个高的水准 那么到底这种演练行动 会不会成为同化 这是一个疑问 我们看第二幅图 这幅图显示的站点事件 距离我们7000公里 同样是在611号 北约在东欧地区 进行了大范围的演练行动 代号高贵跳跃 那么这种演练行动 跟之前的动枪动炮 动用重型作战部队 完全不一样 是一场后勤演练行动 所以我们在图上看到 都是运输车辆 以及北约的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在飞行 现在演练都是一种软指标 那么同样 软能力在今后 有可能对俄罗斯 所发动的作战行动中 意义也非常重要 如果有庞大的进攻能力 在前沿对俄罗斯 边界地区进行攻击 那么要想做到连续攻击 连续行动 持久作战 必须有强大的 机动部署的 后勤保障能力 所以八个国家 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 后勤保障行动 证明美国为首的北约 正在边界地区 对俄罗斯形成 切实的作战能力 如果以前的重型软炮师 包括反导体系 都是昙花一现的话 那么现在所部署的 后勤部队 以及后勤演练行动 也能够对俄罗斯 构成重大威胁 那么对于这一点 俄罗斯一定不会消失 因为后勤保障能力的展开 以及靠近北约 以及俄罗斯边界的 这种部署形态 会让北约的综合作战能力 达到一个高端水准 我们刚刚看了 路上的演练和海上的演练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天上 我们看看美国 刚刚进行的 对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的详细情况 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 日前宣布 美军首次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测试获得成功 据报道 美军从加利福尼亚州 泛登堡空军基底 发射的一枚陆基拦截器 成功拦截了 从太平洋马少尔群岛发射的 模拟洲际弹道导弹 美军官员形容试验的难度 如同用高速子弹 去击中另一颗高速飞行的子弹 这也是美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 首次实弹拦截洲际导弹这类目标 导弹防御局局长詹姆斯·蓄林表示 这次拦截测试成功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是美国发展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关键里程碑 但从服役到现在 陆基中段反导系统一直处于争议漩涡 自1999年起 美军进行17次拦截中只有9次成功 拦截导弹还不是洲际导弹 而此次惊人成绩同样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韩国《民族日报》刊文称 这次试验也和过去一样 是在控制条件下实现的结果 更为尖锐的评论甚至指出 这种测试简直就是在作弊 实际攻击中这些信息是不可能被预先了解的 那么美军首次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试 为什么饱受争议 它的技术难点究竟在哪里 防御新观察正在播出 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军事问题专家李丽老师欢迎您 你好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也是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老师你好 前不久呢 美国是特别高调的宣布 用这个陆基的中段反导系统 拦截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质疑 说这场考试其实是在作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了个明确答案 说为什么是作弊啊 因为你之所以能够拦截成功 是不是俄罗斯发射导弹 如果俄罗斯发射导弹 你肯定拦截不成功 因为它整个的训练 包括拔掌数据和战场数据 毕竟两码事 实际上它只展示了一个细节 因为它号称是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但是美国设想的 完整的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 分三个区段 第一就是出段 然后在发射场去攻击 第二个就是这次所试验的中段 然后是末段 在中段它双保险 有两种导弹可以拦截 第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 还有周斯顿飙三 它已经打了很多次 成功概率很高 据说能得90分 优秀成绩 但是陆际中段 是把阵地放在加利弗尼亚和阿拉斯加 两个阵位对目标进行拦截 就中段它感觉 这个导弹可能最好拦 我就说我抓它最好抓 所以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 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 它只演练了用地基防御武器 对导弹进行攻击的这个方式 所以从整个过程来看 这个洲际是个假洲际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实验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都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真的 然后我还又看了一遍 说美国这个反导系统 已经很先进了 我们老说它 怎么现在才第一次 对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进行这个拦截实验 李老师您怎么看 为什么是首次呢 直到现在才进行这个首次 我觉得它这个表述 我们应该这样看 就是你比如说 陆基中段拦截弹的测试 是不是首次 我觉得未必 因为它本身呢 从99年提出这个概念 然后04年第一枚的 陆基中段拦截弹的部署 到现在呢 应该说试验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但是以洲际导弹作为目标 直接提出来 就是我这次拦的 就是来袭的洲际导弹 而且是以一个 三级靶弹的形式发射的 这个恐怕是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 从这次靶弹的性质来讲 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但是本身并不是 它的测试的第一次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是觉得 你比如说 从现在这个成绩来看 它一直的成绩是不好的 就是它徘徊在50%上下 就是说明 它的技术成熟度是比较低的 当然另一方面说 它的技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这次呢 它整个这个测试 可以说非常让人关注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都知道 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而言 你要拦截它 预警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它为什么反倒还最难呢 你这次来的主要两个方面 第一呢是很难看 第二很难拦 就是看不见拦不住 这是对洲际弹道的拦截 两个比较大的难题 也叫世界性的难题 你比如说 对洲际导弹的预警 你除了美国天际高低轨的 红卫星 要第一时间发现 红外特征之外 你们还要把这个信息 给远程雷达 如果远程雷达 不能够精确地 掌握飞行轨迹 依然没有办法进行拦截 但是这个干部不是看一眼 它是看好多眼 就连续跟踪 你比如说 对洲际弹道的拦截 就跟咱们打枪 打运动靶一样 它是动的 那你得判出下一个点在哪 这是最核心的 如果预期的撞击点 没有被精确计算 那个导弹 你打多少也没有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它进行 全程的预警和跟踪 这是个大问题 你这还是风平浪静 没有人对你干扰 如果对这个 戴国民落作战行的 人家有这个干扰 你可能根本就搞不清 那个轨迹在哪个地方 所以这点 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 另外呢 相对的速度太快 你比如说有人说 用子弹打子弹 实际上那个子弹 比子弹 真子弹快得多 我们机枪弹出弹 是1200米每秒 但你算算 它将近是6到7个马赫 6到7个马赫 两个在交错而过 这个速度会更大 在这么快的速度中 如果有丝毫的偏差 对目标都有可能 试着脚臂 所以这点呢 也构成了难题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刚才李老师说的一点 就是说可能美国 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方面 成绩不太好 老是不及格 所以我不太报道 那现在就算 他这个实验成功了 那他距离真正 能够投入到 这个实战应用当中 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应该说 距离还比较远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那我们知道 你像这个导弹拦截呢 一个是刚才 杜老师谈到的 这个技术问题 还有呢 就是他的实际部署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看美国人 虽然吆喝了这么多年 你看跨越的 结任总统 从99年 当时小布什提出来 这个概念到现在 实际上整个部署 虽然一再追加嘛 你比如奥巴马 2013年 我记得提出来 要增加14枚 你会发现 这个幅度是很小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到了今年年底 最多就是44枚弹 那么44枚弹 通常这个拦截方式呢 我们说他还不是一枚 就能拦截一枚 因为通常来讲 为了确保这个拦截的有效 他一般是发射 两枚拦截弹 拦截一枚 那你这样的话 如果实战中 那你能拦截几枚 这是有数的 特别是他部署的方向 还是分散的 就是他现在的部署 是两个点 一个是在阿拉斯加 这个方向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格里利宝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加州泛登堡 就是这两个方向 加起来 只有这么多枚弹 那么你想 如果说 他想对于某一个方向 对方的这样一个 大规模的 所谓的洲际弹道导弹突击 当然这是大国的 奢侈的一种方式了 来进行集中式的拦截 这个可能拦截的效率 是非常有限的 我觉得我们首先 要看到这个 就是他能够完成的 拦截最后的结果 恐怕并不能如美国所愿 这个是第一点 而且呢 此外呢 我倒觉得 从现在这个陆基中的 拦截弹自身来讲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 弹体很大的这个弹 它和我们一般看到 比如说你移动发射车 车载的这个东西啊 它是发射井部署的 就是它是固定的设施 有一个巨大的发射井 从这个弹体本身来讲 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6米 我们就可见 自身它是多么大的 它是三级阻推嘛 所以它肯定 个头很大 那么你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经过几次 把这个助推器一 助推器二 抛离了以后 最后能够实施拦截的 这个所谓的 这种动能拦截战斗部 实际上只有几十公斤重 大概就是一个成年人 比如说还是个成年女性 大概就六十多公斤 最后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可能我感觉 你费了这么大的劲 推过去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再丢失了目标 因为以前它多次出现过嘛 那你就全攻进气了 所以我倒觉得 从目前整个 它的拦截的样式 和这个整个战斗部 包括拦截战斗部 它发展的技术成熟度来讲 确实还远远的谈不上 比如说真正能够用于实战 美国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测试 刚刚成功 就有外媒报道 与美国大多数武器 定型之后交互部队不同 美国陆基中段 反导系统采用 边试验边部署的路线 目前在阿拉斯加的 格里利宝基地 部署32枚拦截导弹 在范登堡基地 部署了4枚 按照计划 今年内将增加部署8枚 总数达到44枚 美国还考虑 增加拦截弹的部署数量 扩建格里利宝发射阵地 或是新建东海岸发射场 将部署规模增加到100枚以上 五角大楼称 这次试验不止针对朝鲜导弹威胁 也包括应对 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伊朗导弹威胁 此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命令五角大楼 重新评估目前的导弹防御体系 2018年美国国防预算79亿美元 其中五分之一 用于研发和制造陆基导弹拦截系统 美国导弹防御局曾向外界透露 2018年将试验作战能力更强的 多目标杀伤器 作为陆基导弹拦截系统核心的 GBI地基拦截弹 可携带六个多目标杀伤器 每个杀伤器 都拥有独立的传感器和 使量推力系统 具备多目标拦截能力 那么美国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技术实战威力究竟有多大 美国加紧部署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体系 又会对周边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防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分析 给人感觉 它的这套反导系统 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足 但现在美国就要把它这种 进行实战化的部署 操之过急了吧 这样的话 这里头呢 我觉得应该说它未来啊 它实际上前途 你很难讲 它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前途 但是它为什么要走呢 就跟当年里根提出星球大战一样 就是一定会有很多的国家去跟进的 因为当时里根提出 那个充满科幻色彩的概念的时候 它也不能保证 未来美国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呢 虽然这个东西 最后我们看到下马了 但是里面的很多的技术 现在仍然在新的导弹系统上在用 你包括天机拦截的问题 包括这个动能拦截弹头 也包括多层的天机 这个拦截概念 都是当时提出来的 就像这些东西 实际上到今天我们说仍然在使用 因此我倒觉得 现在的新一轮的这个反导系统 实际上在当年的星球大战之后 它是有了新的延续 包括新的技术的提升 所以现在的美国人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抛出来 抛出来的目的就是说 美国实际上一方面想 显示自己是在引领 整个反导拦截的浪潮 你比如说包括中国 包括俄罗斯在反对 美国在全球化的部署 这种蔓延 那么美国人呢 他要引领这个反导系统的潮流 而且他要讲 我在最高端的 这个拦截洲际导弹方面 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 我觉得这个呢 是美国他需要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反导拦截体系 到底在实际的保证 美国本土安全的 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 如果从实战角度去考虑 它的价值几乎是零 因为这种作战形态 不会发生 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 包括其他大国 向美国本土打核弹 然后美国也往 其他本土打核弹 这个全球战争 不可能有这样的作战行动 所以他把事情 射到一个极端样态 我想美国这样做呢 大概有两个理由 或者是两种想法 第一呢 要通过这种烧钱式的 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让你们参加竞争 如果都跟我去竞争 这个东西 你们烧不起钱 你像GBI虽然只有 53分不及格 但是烧了400个亿 你像俄罗斯 包括其他国家 你有谁有这么多钱 去陪着他烧 那么这个是一个 重要的这个理由 如果其他国家都加入了 这个无底洞的弹道导弹 防御系统竞赛 美国在这方面 有可能处于领先位置 如果他加速奔跑 其他国家有可能 在这个前进路上 就会被累死在 马拉松的跑道上 那么第二呢 他要牵动很多武器 专门的发展 你就拦住一个弹头 拦住两个弹头 这不是目标 关键是要通过这套系统 他要掌握目前 对全球预警探测 与连续跟踪的基本技术 他要通过这种能力 让自己的偏激作战能力 达到一个高端水准 我想这套系统 肯定不是反导弹 也一定是反卫星 能力超强 能够得100分 甚至有加分 能够得到120分 如果反导 他的成绩应该非常差 因为俄罗斯 已经给准备了 特别好的靶弹 隐身的 然后会跳舞的 还有跳集体舞的 像这种武器装备 他要想拦截 凭借目前的体系 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我想从现在看 主要是 第一要产生战略威舍功能 让和大国之间 出现能力的不均衡 另外要通过这种 所谓的技术发展 让大家都参与到 以美国为主 甚至美国已经占据了 高端水准的 一种军备竞赛 通过竞赛 把其他国家 全部拖垮在 弹道导弹防御筒竞争的路上 那这么看的话 美国所发展的 这一整套的 这个反导体系 不管他的这个思路 发生什么的变化 甚至现在还在说 他在研制一种 所谓的多目标杀伤器 那都不可能给美国 提供一个真正完美的 保护伞 是这样吗 但是这个里面 我觉得它应该 有两方面的意味 就一方面是 军事本身的意思 另外一方面 它还有一个政治 包括军事同盟关系 这个意思 就它本身 并不是一个 纯军事的概念 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可以依托 现有的 这个导弹防御体系 形成新一轮的 技术竞争的这种优势 虽然这个东西 慢慢的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时候 砸进去 是没有钱的 但是一旦 它在战场上 要真的拦截到了以后 它这个武器本身的销量 会大大的提高 这个可以给美国 带来巨大的收益 很多的国家 我们知道出于恐惧 就是对弹道导弹的恐惧 它会购买的 你就像当年海湾战争 那我们知道 最后统计拦截概率8% 爱国者其实并没能想 爱国者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可以说 非常非常差的成绩 但是因为它拦截到了 局部的几枚有限的导弹 见识了让世人 见识了导弹 拦截导弹的这样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式 所以很多国家 那就对它趋之若鹜 而且我就迷信它 就是愿意购买它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也是从美国 非常实际的一个限制利益出发的 就是它可以推动 美国武器的销售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第三个非常现实的 就是它会刺激新一轮的 军事同盟关系的滋生 你比如说现在 美国所设计的新框架 你在亚太地区 在现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 你怎么绑定更多的国家 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那我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就是我通过导弹防御系统 这种潜在的扩散的形式 把更多的国家绑到美国 在整个这个同盟体系当中 过去可能大家是松散的 但你一旦你比如说 你加入到这个系统 那你就得往里面投钱了 你就不走 你也得往前走了 因为它就进入到 一个滚动的管道 所以这个呢 它实际上是新形式下 军事同盟关系的一种 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这个侦察预警什么的 都得要一体化 是的 然后它就需要对美国有依赖 那么有的部分 你就需要自己掏钱 就是为了你形成 达成这个大的框架 小的局部 那你需要掏钱的 而这个也是美国所需要的 那针对于美国 这次打造的这个反导体系 五角大楼说 他们可能是针对 这个半导地区的目标 也有人说 这个目标可能锁定在了 这个中东地区 所以杜老师 您看从现在它部署的 无论是从数量啊 还是这个位置来看 半导地区和中东地区 哪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美国之前搞弹量导弹 防御体系的两个目标 你比如说有的国家不听话 正在研制洲际弹量导弹 如果使用这种武器装备 发动这种攻击行动 美国必须有一把伞 如果是零星的攻击 还是少量的攻击 它都要有这种能力 就万一有这种情况呢 我可以把这种实战的损失 降到最低 那么从主要目标 或者是美国发展 整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最核心的目标 那只是个借口 实际上如果瞄准个借口 它就可以把目前的这个借口 像这个俄罗斯啊 以及其他核大国身上去寻找 我们现在看的不完善 结果它会越来越完善 你看投钱 美国人现在美国第一啊 包括这个四年要投 2500个亿到3000个亿 如果钱越来越多 这把伞的一些窟窿 有可能会慢慢的被捕上 这个伞到最后 有可能变得好用 如果这样的话 对俄罗斯这种战略打击 优势能够起到一个 非常大的这种破坏作用 就是说我有一百个弹头 你有一百个弹头 但是我的防御盾牌 能够拦住你50个 我可以把一百个弹头 打到你的国土上 但是你只能打到我50个 所以这点呢 也让它整个战略打击 力量构成的结构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杜老师 您觉得面对这个局 可能怎么破呢 现在看呢 各个国家都把提高 进攻能力 当成了一个目标 你看俄罗斯很自豪 说你去动吧 你多少伞也没有用 如果我让它进攻能力 达到一个史无前例水准 你花多少钱 也不可能拦住 我的所有导弹 我想今后像俄罗斯亚尔斯 什么萨尔玛特 那个跳舞跳的 可能更花样 而且现在 他那副总理公开讲 我的导弹 一个导弹 可以毁灭你一个德克萨斯州 如果你去拦 你可以随便拦 我的各种机动能力 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不光你知不到 是什么样的机动能力 就连我都不知道 到底按哪个轨迹机动 如果这些东西 把进攻能力 提高到一个高端水准 那么有再多的伞 有再高的拦截能力 也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 对弹道导弹的进攻 进行拦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